台湾因为优先供应国内防疫需求,1月23日宣布将管制口罩出口一个月,此几次忽然近年来,已将掩披重新移往大陆的艺人不满。 大S特地发文表示,自己在日本找到一万个口罩,既往武汉,并已有所指的说,我希望我的孩子懂人道主义精神,不希望他们变混蛋。 对此,妹妹小S出言力挺大S,强调我们都是人类,都住在这个地球上,如果不互相帮助,这不是人类该有的行为吧? 没有爱,地球只会更糟,哼,比病毒还可怕。 然而,台湾人真的没有爱心吗?谁才是真的混蛋呢? 但中国政府在外交上,百般打压台湾之国际生活空间,以武力促同,过于战机,航母绕台威吓台湾,甚至阻止台湾参加公司。 大小S,可曾敢对中国领导人,或其退降说过类似的话。 长久以来,一人家在北京政府处处打压的政策下,确实蛮威,但为何在两边捞钱,却只敢? 对台湾政府说我们都是人类,应该互相帮助,但可曾对中国政府用同样的标准审视。 北京当局处处打压,限制电影人来开参加金马奖,这些就是人类该有的行为吗? 面对香港人民的惨烈抗争,你们喊过一句正义之声了吗? 一连串文红武下,你们可曾对北京政府表示谴责过。 王定宇一语道破真相民间党地委王定宇稍早在脸书指出,既然某些人或艺人,只愿意为中国开骂台湾口罩禁止出口,就来谈谈这个假议题。 因为中国口罩日产能是台湾的10倍,中国每天能生产2000多万副口罩,台湾每日口罩产能,则为188万副,实际上中国根本不缺口罩,而是配送出问题。 王定宇表示,台湾口罩主要为内销,只有一小部分出口,甚至每年还要从中国进口,台湾之所以禁止出口,是为了避免民众恐慌,以及台湾防疫需求上的不足来做应变,禁止口罩。 出口对中国毫无影响 王定宇强调,中国并不缺口罩,缺的是疫情特殊的透明化和开放国际社会协助抗疫,中国阻挠台湾参加世卫组织防疫会议,及国际银行组织防疫圈,这才是真正上天害理,影响人命的行为。 王定宇质疑,这些批评口罩禁止出口的人,感念一下中共政权吗? 主播张雅琴吧,中国与香港游客,很羡慕台湾年代主播张雅琴,近日赴日本度假,出入公共场所都不忘戴着口罩。 他28日就在脸书破门透露日本现况,表示,药妆店都是中客在抢购口罩,因为香港跟中国已经断货。 目睹了当地药妆店的现况,张雅琴坦言,一个操大陆口衣的药妆店收费员告诉他,他们陆客抢购那些口罩,根本就是去卖的,此时不赚钱更大何时。 让他不禁感叹之乎,台湾人太善良了,才会陷入自己口罩买不到,可是又觉得要不要出口给大。 路德两难,张雅琴透露,自己在日本旅游时遇到的中国与香港游客,反而还很羡慕台湾,他强调我们有爱心但,真的爱心,是自己在九人小时候游泳教练教导。 台湾优先,我爱台湾,爱全人类。 我爱台湾,爱全人类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